这俩人走了之后 去吃潮汕牛肉锅去吧 到这一步是 自己给自己玩的 对吧 自己给玩了 我委屈 我没吃潮汕牛肉锅 他没有恶意 其实他是为了我 师傅 你也不能完全做一个糊涂蛋 你知道吗 我还没吃饭呢 我没吃饭为啥 月儿哥 我给你们俩复盘一下事 咱们这不是阴歌舞吗 就来回敲 来回打这阴歌舞吗 选一个代言人 几经周折 就定的是飞鱼 然后我出去 给他们来个藏包吗 我想鬼鱼 还可以照顾一下师傅 这俩人走的之后 好了 不见了 这俩人走了之后 就吃潮汕牛肉锅去了 他花了谁的钱 他俩花咱们大家上交的钱 咱俩中午请人吃饭 三人吃饭 花了一百零一 不舍得的 我在那边基本随便花钱 想干啥 跟着银行走吗 我感觉有点不要脸了 不要脸 喂 喂 不要脸 我听说你们干了一点 不要脸的事是吧 把艾林反馈了一下 你们一整天的这种生活 你别听他搅和 把艾林搅过来 他闲到一步 哥哥 沙哥你听我说 你们吃的啥 我们是潮汕火锅 不要脸 真的 要不然这样 以后我们上下的日子 各过各的 我们哪上就过去 我们马上过去 我们把这个故事给你 重头到尾讲一遍 你好好听一下 行 行 等你们 好吗 行 没有啊 在哪儿啊 要是要是 咱们试试 咱们看看哪个有反应 这些 我们在哪儿啊 我 站起来了 哥 自动脑袋 一极幻香 太酸了 卡拉米为我的上线开车 我的K龙马 我觉得他应该 卡拉米过去应该忽悠了他们一下 绝对忽悠了 不然怎么会这样 他还深道一步 对啊 他多冤枉我们两个人 跑到那个地方 你俩个人先告状这谁受得了 对不对 笑死 卡拉米还挺猛 你不一听曹人牛伯伯 火灯这样起来了 我们怎么过来的今儿 我蹭一下我就 你这样做大货来的 我中午我到现在 一天我就吃了个手抓饼 那边欺负人太严重了 你放心 一会我站出来我干什么 我没所谓 就只要跟你俩在一起 我心里就暖和 对 就是温暖的 我就是暖和 我就觉得没受伤害 败靶子了 败靶子了 怎么回事 去自己屋歇一会儿 等他俩来 咱们就在那小桌上便灵一下 便灵一下 实在不行就解散 我连喊三声解散 咱们就解散了 然后我就 我觉得二十一 对 各位 现在就给他们打招 你得让他们看到 我们下车的这一瞬子 喂 我们到那个河隆村了 你们在哪儿 是个白车吗 那后边就是我们 我们打着双闪 你们可以下车了 不行 我们得自己停车 因为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车了 对 你们哪儿来的车 一会儿到了 我们知道你们在哪儿了 好 好 把车上来 还有车 还有车 我看牛肉火锅 中午还有薯片 心虚不心虚 我听彦琳说 完全不行 跟我们俩气得都不行 完全不行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来 我们坐下 我给你们讲一下 那我不想 我不希望孙悟空在场 但是我把这事 我当他俩面说的原话 我当你俩面再说一下 我不听 我不听 因为哥哥们已经听到了 对 我们也不想知道你是怎么说的 对 我们就说的跟你说的有不一样 哥哥自己看 谁说的是真的 我们也不消化 那这样吧 你不没练故事吗 你下来练故事 他说你们欺负他 我们没欺负他 是那样 这个差不多 你问他 正好问他开头了 我们跟你们一样 我们四个落到了一个 一个村儿 那边是四选一 老板觉得 飞宇是最适合的人选 陈飞宇留在那儿之后 有一顿当地潮汕的大夜 大餐 他睡三层楼 他是不用花钱的 我们出去坐上了一个 呲呲的小皮卡 慢点等着呢 后来说你快走快走 燕琳自己有办法 然后我们坐在皮卡上 我们就咔呲呲出村了 他坐在一个车后边 我真的蹭师傅的席了 你就记得昨天相亲 有一潮汕的歌 他老家就是那个村的 对 然后他今天带我们到他村去体验 对 在我们下午来的路上 我们请他吃一个牛肉丸 他就说 路区买的那个牛肉丸不行 所以马上带你们吃是正宗的 请我师傅跟牛肉丸 我们就有一个隐移的任务 我们费尽的千辛万苦 是 我没有 把那盒盒打开 一看是车钥匙 就这样 两个节目 两个节目 我们是录的是两个节目吗 我们俩今天啥事也没有啊 这很苦 把他行李拿上来来 先把他行李拿上来 拿到行李干什么 他不属于这儿 他不属于这儿 这一共才四个屋 你先等一会儿 我先听听这边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他们说的跟你说的完全不一样 是俩故事呢 怎么 你听我说完 你玩得也太好了 雅琳 没 那整个这一集你是领阶主演啊 你是 你为什么告诉我 你只吃了手抓饼 那牛肉 中午那牛肉汤 牛肉丸我也吃了 薯片呢 也吃了 也吃了 那为什么我没有听到呢 但是我只是 我只是说 我只是说 没说吧 那不是你 你听我讲话 我去蹭习了 这是不是你说的 对对对我说了 但是我一口都没吃 不是你没吃 是你主动不吃 还是人家没让你吃 最后都让我吃了 我说我不吃 我不吃 然后今天飞羽说 哥你吃块豆腐不要 我心疼了 我说不吃 豆腐也没吃 豆腐吃了 吃了一口豆腐 那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说 你去蹭习了呢 那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说 我觉得好玩啊 就到这一步是 自己给自己玩的 对吧 自己给玩了 玩成这样的 对啊 我委屈啊 我们是要朝着牛肉锅啊 不想歇死你 太多了 我听那个若云描绘那个 哼哼 我要去蹭习 这个太可气了 豆腐对是我说的 我现在把他俩给气了 你现在听你都觉得可气 对 我们两个人坐在车上 你看着他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有多气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 吃了食牌牛肉吗 你多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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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十把 我是白龙马 我还猪八戒呢 我吃了什么 我白龙马 我跑了 我今天跑了 我吃了一碗清水面 听我说 吃我 清水 没关系 日后 我黑马一定让你 团结一点 其实咱们只要团结一点 不要搞这个蹭吃蹭喝的事 我算了算 预算有的是 对 我们这 就算咱们吃这边 你要多加钱 我补给你们 那我觉得可以适当结拜了 咱们四个结完拜 咱们出去吃蹭好了 行 你让上 让上 我们 怎么样 苍天在上 苍天在上 你们要是结拜的话 我当痰子 先搁脚 不好意思 你就坐那坐 坐那坐 拿 转过去坐 有福同享 有福同财 有难同当 好 有钱我们一起花 我黑马的钱都分给你们 只要你们为我吃的就可以 有脚趾棍呢 踢出去 不理 我猪八戒往后有什么好日子 咱大家一起分享 我也不会轻易散户 咱们凝成一股神 好 我是阿相真 只要你们是对的 我一切都统一 我善财今后宁愿散尽加财 也要让兄弟们吃好喝好 好 一 二 三 三 爱你们兄弟 走 带你们吃东西 走 走 有钱 咱们从分别的那一刻开始讲 对 来 这个人一开始不愿留下 但是当展现了师傅的待遇之后 他起了邪念 我们出了村之后 只有一个小皮卡带我们离村 你看 这就是王彦琳 我看阿密在这儿呢 我们从这儿走 走到那儿 你怎么说的来着 我要在师傅这儿 成功 好 然后呢 我们为什么能去吃潮汕火锅 就是因为 你记得今天 一直带我们那个导游小弟吧 咱们中午说那个牛丸汤的时候 他就说带着潮汕给你们吃更好的 吃到更好的了吗 吃到了 我们吃了十二盘 好 师傅真在严惩 他就是在那个卡车那块 嘲笑我们之后 直接选择恶人先高壮 太远了 你看那眼泪 你看那眼泪 都怪你要那么远 细径 你真的 你这个人 你要我连树屋写那么久 师傅 你留侯的一条命 真的 他虽然这样坑蒙拐骗 一句话好像还说了八遍 但是我验在情分上 师傅你 你别赶他走师傅 全是细径 要眼泪 你等会儿啊 师傅 师傅你 师傅你练个 你练个十遍八遍紧箍中 都可以了师傅 师傅你把他腿毛留下 师傅 对你把他十个腿毛 那哪怕 师傅 别练 哈哈哈哈 我其实不明白的就是你们之间的矛盾 从何而起 我现在要替师傅想一想 师傅有一些事情 现在是被蒙在鼓里 我也完全是被蒙在鼓里 我觉得首先 琴内晃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我觉得相信师傅是肯定是没有错的 师傅 是这样的 悟空没有恶意 其实他是为了我 师傅 师傅 刚才我一直夸你 你也不能完全做一个糊涂蛋 你知不知道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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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